3月16日 美國司法部召開記者會宣布起訴5名在美國充當中共特務的縣人 其中一人是在紐約民運圈比較有名的 曾長期擔任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秘書長的王淑君 司法部指控王淑君從2015年起就開始為中共國安工作 他利用自己在民運圈的關係 收集中國異議人士、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藏人、 維吾爾人的信息以及民運人士和人權組織的活動情況再傳遞給中共國安部 根據起訴書 王淑君向國安報告後 至少一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被中國國安逮捕 此外 2019年4月 美國發現 王淑君所掌握了電話和聯繫方式的香港民主人士頻頻被中共逮捕 主要是香港的一些殖民的異議人士 他提供了一些鐵方面的材料 那香港的那些人士我們也都知道 李祝銘也好 何俊仁也好 他們從來就是表裡如一的 很坦蕩的 他們也不會人先說一套 人後說一套 所以你就是你王淑君以你胡召基金會秘書長這個身份 當然就能贏得對方的信任 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的起訴書中指出 王淑君是在四名中共國安部官員的指導和控制下工作 其中有兩人是來自青島的國安 另外兩人是來自廣東的國安 起訴書中披露 王淑君曾用多種方式與這四名國安人員聯繫 包括回中國時與國安官員見面 通過簡訊聯繫 或是將他蒐集的信息以電子郵件日記的方式保存 中共國安遠程登陸他這個郵箱取件之後 再發布其他命令 告訴他注意哪些信息 即時匯報 會有獎勵 旅美中國學者吳祚來表示 中共國安特務在海外的滲透監控十分嚴重 他們最常使用利誘等方式在海外發展線人 王淑君這次被起訴罪名之一 是對執法人員做重大虛假陳述 2017年 他在與聯邦執法人員面談時 否認與中共國安部人員有任何接觸 2019年 他乘坐中國航班抵達紐約時 被美國海關要求進行二次檢查 在這次面談中 王淑君再次否認了他與中共國安有接觸 但後來 他向一位偽裝的聯邦探員承認了大部分之前公開否認的這種聯繫 你已經到了美國的自由世界 享受這麼多的自由的福利 你現在還替中共買命 所以這些人真是很愚蠢 你已經那麼大年紀了 你要多報銷那幾百美元 頂多給你幾千美元 明論這些信息能值什麼價錢呢 目前 王淑君已經被捕 過堂後以30萬美元的保釋金獲釋 保釋期間要接受電子監控 並不得與中國及中共領事館聯繫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18日致電王淑君詢問 但他的手機處於流言狀態